哈喽,大家早安,我是小米 我们一会儿就出发了 然后现在外面的话,我在阳台上 外面非常漂亮,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外面非常的漂亮 我给大家往这边看一下 看这个天空 我们一会儿收拾一下就出发了 路途中的美景的话,我也会给大家分享 我们出发了 我们出发了 现在是早上八点半,然后我们出发了 我们开车到加油站这边 然后检查一下汽车的轮胎 秋天的景色真的很漂亮,给大家看 我们经过了这个 大家看一下我右手边这个 关于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个传说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十几年前,有一个女人开车车 这个旁边的话,还没有现在的这种护栏 然后她冬天的话,因为路滑 她不慎的话,掉入这个河里 连车一起掉入的,然后她就 嗯,死了 之后的话,就有人说 只要你在半夜的话,经过这条路上开车车的话 在某一段时间,她死去的那个时间 嗯,就可以在后车镜当中看到她 然后她会跟着你一起走这段一段路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好多人的话,都说没有的事情 但是也有人一些人说,嗯,确有此事 所以啊,这段路程的话,很多人都不爱晚上开车 好了,阎归正转吧,不吓大家了 嗯,还是欣赏美景比较好 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话正值秋天 然后这是挪威的森林 我们要去的话,属于挪威的北部 嗯,挪威的北部这几天的话 我们看了一下气温 当地的气温的话 应该是在13-14度左右 还比较暖和的 我喜欢看这个云,你看 我们在等红绿灯 高山上的积雪 我们现在到了是这个位置 它上面的挪威语的意思是北挪威 我们行驶的这段路的话是将近有海拔1000米 所以说的话这云城比较低一些 你看这个路通当中的话车辆非常的少 感觉前目照春后目照地儿的那种感觉 但是看着这片景色的话就会让人比较宁静一些 对大自然的话就会有那种 真的是非常喜欢 非常看这种景色就感觉自己的心境 都是那种平静的 在挪威的话如果有太阳出来的话 就是蓝天白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大饱眼福 就是感觉呼吸的话都是新鲜的空气的那种感觉 这种大片的云朵照在上方就感觉是云朵掉下来一样 在挪威的话你会发现最多的就是这种成片的大森林 这种高山特别是越往北部的话这种景色越多 对于喜欢高山森林这种景色的人来讲的话 来挪威的话看一下还是比较值得的 但是有人就是不喜欢这种乡村的景色 那其实不推荐你来挪威 因为挪威的话大部分的话都是这种乡村的景色 路两边的红色的房子 挪威人真的喜欢安静 还有人在这种四周无邻居的地方建着房子 我们开了几个小时然后停下来吃一下午饭 我们把我昨天做的这个绿豆还有牛肉热一下 然后小朋友吃了火腿肠 吃完休息一下我们又直接上路了 又是这种大片森林的高山景象 之前我有给大家介绍过挪威的话乡村基本上都是这种木设木制房子 然后房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择刷自己喜欢的颜色 然后他们就喜欢这种在高山上衣衫傍水建房子 我们又到了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穆伊拉纳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一些油 今天的汽油价钱还比较便宜 加了500克朗的油 然后就可以一直到我们明天了 这个是漂亮的小瀑布 这种瀑布的话是非常小的 在挪威的话算是小瀑布了 就是挪威像这种瀑布 比它高的比它大的很多很多 大家有看到高山上的积雪吗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马上要到 大家看右手边的 就是一个北极圈的一个界限 它就是北纬66.33度 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冷呀 拍一个游客照吧 这个风太大了 而且我没看镜头 我不知道我在想啥呢 我现在在这个北极圈这个 大家看一下那个山上全都是雪 这个夏季的时候是一个旅行圣地吧 也不是说旅行圣地 就是好多去北部的人都是在这个地方 要来这个地方拍拍照啊 纪念一下 然后我们接着上路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云城都是属于高山云城那种 挪威的森林挪威的森林还是挪威的森林 我刚刚看到一个亚洲超市 哎呀但是为了赶路就没有下来去买东西 然后我们去加油站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加油站的卫生间 这个装饰而觉得挺好玩的 挺好看挺温馨的 小朋友看我拿着手机在拍 他要把他的相机拿出来拍 看这个日落的云彩 哎我们终于在晚上六点零三分的时候到达了 我们要住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聚集地 哎天气还挺好的 希望今天晚上能看到极光 但是有一些云不知道怎么样 然后是他已经关门了 在挪威的话就是时间段到几点的话是必须下班 然后就是像我们这些要住的人 直接给他打电话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住 明天等他上班的时候再去交接 再去给他付钱 或者是直接网上转账就可以的 我们来到这 最想看的是Shout Strongman 他是世界上潮流最强的小海家之一 前两张照片和这个信息都是在Google我截图的 因为我们是半晚 而且我们去的时间段的话 不是他最强流的时候 所以说拍摄下来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嗯这个地方是我第二次来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六年之前 也来过这里 那个时候是夏天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看的话 嗯还挺壮观的 而且我是拍了用相机拍了照片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 他是非常非常喜欢看这个 关于什么水流啊电流啊 这种东西的 包圣 魏笔 松疗 这边 哎呀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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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我们简单的吃了一些晚饭 他俩就开始玩这个游戏 今天的分享就展示到这了 然后我接下来的话会跟大家继续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